诺惠健康公布2020年全年业绩 期内公司收入约为7060万元 按年同比增加21.1% 毛利及毛利率分别约为3720万元 即52.8% 而2019年同期分别约为3430万元 即58.9% 不派息 公司于2015年11月成立 唯一兼处于商业阶段的生物科技公司 专注于开发及商业化创新癌症筛查产品 目前公司的两大家居截至肠癌筛查测试产品 肠胃清及扑扑管协同 面向不同风险程度的目标人群 公司于期内收入主要来自肠胃清及扑扑管 其中肠胃清收入约为3706万元 按年同比微跌3.8% 扑扑管表现卓越 收入约为3180万元 按年增加超过110% 今年3月15日 公司与阿斯利康中国签订合作推广协议 双方将共同在中国内地公立医院及药店 和互联网医院推广肠胃清 谈及公司未来的商业化战略 管理层表示 未来3至5年内会专注于医院和体检的专业市场 公司已经和超过40家机构建立科研合作 不同程度覆盖超300家医院 我们和阿斯利康中国建立合作关系 不断扩大销售团队 提升在医院端的渗透率 预计2025年在医院端渗透率超过5% 而在体检端 2020年底覆盖的体检门店超过235家 希望在未来3至5年覆盖的体检中心门店数 能超过1000家 他又说 当公司在专业市场得到足够认知和认可 在5年之后 希望直接面向消费者市场 希望能把市场渗透率提高到20% 我们会选择和保险公司 互联网医疗平台 以及连锁药店合作 把产品带到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